男男子在街頭互相拉扯 嫌犯站在後頭撐亂從包包拿出一把剪刀不斷揮舞 被害人遇到隨機攻擊 當場嚇到往對界狂奔 因為剪刀離他靜靜不到一公尺的距離 幸好他閃得快 沒有受傷 事發在十一號晚前九點半 台北市鐵母街頭被害人回家途中遇上嫌犯情緒失控 手持戀氣坐視攻擊 他頭也不回跑廳巷弄趕緊報警 援警戶包追查發現嫌犯已經是累犯 今年五月底待坐在娃娃機店拒絕離開 店家氣得報警被依涉違法裁罰兩千元 這個月初社區保全交通管制 疑似被他大聲叫嚣 還尾隨對方闖進大樓挑釁 十號早上又在捷御七里案 拿剪刀意圖攻擊騎士 犯案地點遍布北同士林 但他拘捕定所警方根本抓不到人 刑犯短短十號十一號兩天 在街頭意圖犯下無差別攻擊 由於他不是現刑犯也沒有民眾受傷 就算這次民眾提告恐嚇 但他的戶籍地掛在淡水區公所 警方寄通知書也沒人領取 等於他依舊在街頭趴趴走 而且只是看了一眼就可能被攻擊 還是讓附近居民提心吊膽 華日新聞謝君仲 陸雨昕 特別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